波罗申科在布鲁塞尔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针对乌克兰东部和克里米亚的最新局势 他有机会向川普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信息 在过去两天或一个星期内 我和图斯克主席都有机会与当选总统川普交谈 顺便说一下 在这些电话交谈之前 我们彼此就通过电话 我可以向你们证实 当选总统川普在和我的电话交谈中 提到了俄罗斯侵略的问题 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吞并 我有机会就我国东部和克里米亚的最新局势 向他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信息 波罗申科总统还说 乌克兰在美国国会和美国政界人士中 得到了来自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的坚决支持 他不认为这种两党支持会发生重大变化 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多尔滕贝格 星期四在英格兰的牛津大学发表讲话时说 川普在上个星期跟他通电话时 对北约这个西方国家的军事联盟表达了坚决支持 美国将继续保持对北约的承诺 这不仅仅是因为当选总统唐朗德川普明确声明他支持北约 以及我们作为联盟成员都应居有的义务 我还坚决地相信这是因为一个强大的北约不仅对欧洲有利 因为这是我们的安全基石 也对美国有利 也对美国有利